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鹅绍兵 天鹅属于群居候鸟 秋天来到时天鹅群就会飞往南方水乡过冬 到了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里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 它们免不了会遭到各种凶警猛兽 甚至人类的袭击 因此天鹅便发明了哨兵制度 这群天鹅可真是漂亮啊 无论白天黑夜为大家的安全来站岗放哨 通常天鹅绍兵都是由年纪较大的独居老慈鹅来担当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天鹅绍兵的工作很辛苦啊 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 天鹅的寿命不会很长 它们为什么要让风珠残年的老慈鹅来担当绍兵呢 对啊 它们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其他动物站岗放哨的都应该是雄性才对 为什么偏偏天鹅会选雌性来做哨兵呢 因为对于天鹅来说 面对凶险莫测的复杂环境 雌性比雄性更敏锐细心 且有耐心和爱心 会更加负责吃苦耐劳的 老慈鹅阅历丰富 具备生活经验 是肩负哨兵重担的最佳人选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那是天鹅哨兵觉察到了危险 再向同伴发出警报呢 唉 这只天鹅哨兵也真是不容易 你看别的天鹅都是成双成对 只有它形单影之 我想这也是用老慈鹅担当哨兵的另一个原因吧 老慈鹅失去了繁殖能力 已不能再生儿育女 它们到了这个年龄 丧偶独居后 也不可能再找到新的配偶 它们对大家唯一能继续做的贡献 就是用自己的经验 智慧和剩余的生命 为大家提供安全保障 此时 天鹅已经纷纷飞离了这片湖面 众人也从灌木丛里站了起来 它们看着飞在空中的天鹅 那只哨兵天鹅飞在天鹅群的最后面 那你的这只小红呢 它也是丧偶吗 不 它一直没有结婚 因为在它心里已经有一位心爱的人了 但它心爱的人却没有成为它的丈夫 是小白 他真的好帅啊 是啊 如果我能嫁给小白 那该有多幸福啊 你嫁给小白 你别做梦了 小白怎么会喜欢你呢 他已经有恋人了 啊 什么 他已经有恋人了 天鹅是以爱情千真闻名于世的鸟 大多数的天鹅一旦结婚 便会从一而终 小红深深爱恋着小白 除了小白 其他的天鹅都无法走进她的内心 当她听说小白已经有恋人时 只能暗自上心 小红 这几天来找你的小伙子可真不少啊 你看上哪一个了呢 不 他们我都不喜欢 小红 你心里不会只有小白吧 嗯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他呢 他不是已经有恋人了吗 你不要听他们瞎说 如果他真的有恋人的话 怎么会独自在湖面游异呢 对啊 你说的有道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呢 你们俩还都没找到恋人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男朋友 小白 你不是说他早就有恋人了吗 是啊 他的恋人就是我嘛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 之前他到处宣称小白有恋人了 原来是为了让别的慈恶不要靠近他 从而为自己争取机会 哼 他真是太卑鄙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心上人成为了别人的丈夫 让他心灰意冷 或许是小红做好了终身不嫁的准备 总之 他成为了天鹅群最年轻的哨兵 每年的春季是哨兵最忙碌的时候 因为他们既要顾及狐狸天鹅们的安危 还要保护湖边草丛里那些天鹅蛋 亲爱的 我们赶快去找点食物 吃饱了 还要回来照顾我们的宝宝呢 再过几天 他们就能破壳出来了 是啊 真想赶快看到他们可爱的样子 他俩一边说着 一边向湖中间游去寻找食物 有说有笑 悠闲快乐地生活着 这一幕被站在湖边不远处 一块石头上的小红看到了 他将视线移到阿娟和小白钻出的那草丛 草丛里有三枚天鹅蛋 小红见后面露伤感 并又朝湖面上小白方向看去 哼 当初要不是阿娟耍诡计 小白应该会成为你的丈夫 都过去那么久了 还提这事干什么啊 对了 你的宝宝们怎么样了 我想再过几天 他们就应该会破壳出来了 那就好 你们赶快去找食物吧 我在这里帮你们照顾着那些宝贝 那就辛苦你了 啊 蛇 糟糟糕 竟然被发现了 不过只有一只哨兵天鹅 已经到了嘴边的食物 怎么能放弃呢 哎呀 这条蛇饿疯了吗 它的行踪都已经暴露了 竟然还想要偷蛋 饥饿让这条蛇铤而走险 或许它认为一只哨兵天鹅 对自己不构成太大的危险 毕竟等天鹅群飞过来后 自己就已经将那几枚蛋吃到肚子里了 快来帮忙啊 蛇来偷蛋了 哎呀 我们赶快回去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的孩子可不能出意外啊 孩子 妈妈来了 趁他们还没赶过来 我先偷拎下几个蛋再说 可恶的蛇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哎呀 天鹅的爪子不像鹰爪那样 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因此那条蛇被抓了一下后 并没有受伤 只是受到了惊吓 你这个家伙 不想死的话就离我远点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让你得逞的 快走 哎呀 可恶的家伙 快松口啊 嘿 算你早运 只让我咬到了羽毛 糟糕 倒醉的食物吃不到了 嗯 太棒了 我们的宝贝完好无损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这不是幸运 如果不是小红及时发现了那条蛇 我们的宝贝可就危险了 小红 真是太感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的孩子今天可就危险了 哼 小红心里一直不高兴着 那个抢走自己心上人的阿娟 让蛇吞下自己情敌的蛋 是最好的报复机会 但她又是一名哨兵 作为哨兵 她不允许敌人偷袭自己种群的蛋 哪怕是自己情敌生的蛋 转眼间那三颗蛋变成了三只小厨鹅了 哎呀 你的宝宝们已经长这么大了 是啊 再过一段时间 它们就可以飞起来了 嗯 听说当初都亏了小红 如果不是她 这三个小宝贝很可能被一条蛇给吃掉 嗯 的确是这样的 小红她确实是位优秀的哨兵 没有她奋不顾身的保护 我的宝贝们可能就无法顺利出身的 小心 怎么了 小红她发现什么了 根本没什么危险嘛 快让开 她这是要干什么 她不会是想要伤害我的孩子吧 孩子 快到妈妈这里来 好可怕 发生什么事了 妈妈 我还怕 对呀 到底是怎么了 天啊 水蛇 快来帮帮小红 直到现在 小红也没有原谅那次天鹅 但却不止一次次地 保护着阿娟和她的孩子 只因为她的职责是一名少兵 但我还是希望她可以放下 之前的恩恩怨怨 为自己未来再寻找到幸福的爱情 嗯 我相信她会的 也祝福她快乐美满的 失明的战马 即使到了现代文明的科技时代 在某些特殊单位 用马来训练成骑兵 保护家园的军事磨练 仍保留下来 而追风就是优秀战马群里的其中一员 他不但行动迅速 善于奔跑 而且也长得英姿挺娃气 与喧昂 这天 骑兵们骑着战马 在奔驰着 小冬骑着追风 一马当先跨过栅栏 跳过土坑 最先跑到了终点 追风真是厉害啊 每次训练 都是第一名 我看追风 就是传说中的白龙马 不但技术最棒 长得也英俊漂亮 马上就要进行军事演习了 我想 在这次演习中 追风肯定能在军区 一战成名的 没错 到时候 他可是我们骑兵人的骄傲 追风 你听到没有 战友们对你的期望 都非常的高 你可不要让大家失望哦 看来 他很开心哦 不过这次可是实弹演习 大家都要小心点 可千万别为了真功 闹出危险啊 没错 尤其我们的战马 大都没经历过实弹演习 到时候 可别被枪炮声 给吓得不听命令 你说的对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然而 在这次实弹演习的过程中 意外发生了 战马追风的眼睛失明了 部队只能将其卖掉 长官 请你不要将追风卖掉 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了 当不了战马 但还能做别的事情 小冬 我知道你和追风的感情非常好 它是你从小训练出来的 但这是部队 骑兵部队 失明的马是无法留下的 只能处理掉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能不能 别把它卖给那些收购军马的人 那些人会将它杀掉的 你放心好了 有一位在景区拍照的大叔 看追风掌内英俊 想买下他供游客拍照 这对追风来说 也是个非常棒的好归宿 如果是这样 我就放心了 就这样 战马追风 被那位大叔买下来 带到了风景区的一片草坪处 供人拍照 好漂亮的骏马 简直就像白鲁马一样 是啊 你看它威风凛凛的样子 骑着它照装相 一定很威风无比的 当然了 它可是正宗的军马 怎么样 来拍张照吧 五元一张很便宜的 价钱倒是不贵 可我从来没有骑过马 它不会伤到我吧 当然不会 它可是一匹训练有素的军马 非常听话的 而且它的眼睛 因为意外失明了 你们想啊 一匹失明的马 怎么会乱跑乱动呢 这样啊 那好吧 我来拍一张 好啊 做好了 不要害怕 它很听话的 我又能开始奔跑了 太棒了 赶快给我下命令吧 不错 就这样 好 笑一笑 好了 先来选几张喜欢的照片吧 笑的可真不赖啊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又下来了 难道认为我不能再奔跑了吗 老板 我也要拍几张 还有我 我也要拍的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一个一个来 大家都拍得到的 一位游客排队轮流骑着追风拍照 而追风原本以为有人骑到自己的背上 便可以像以前那样奔跑飞驰 但却一次次的失望 那些人只是骑在他身上 却从来不发出奔跑的指令 大叔 给我拍几张 好啊 来 帅哥 来个姿势 笑一笑 大叔 骑着一匹被拴的马照出来的相片 一点也不威风 感觉就很假 大叔 你解开缰绳 让我摆出一个骑马比较帅的姿势来 好啊 没问题 来 拿好了 对嘛 这样才能拍出策马奔腾的英姿嘛 这位游客 无意间拉缰绳的动作 正是让追风掉头的信号 追风接到指令后 立刻在原地掉了一个头 哎呀 他要干什么 快拦住他 哎 不要害怕 没事的 没事的 这匹马怎么突然转了个圈 真是吓死人了 他只是转了个圈 没关系的 你看 他这不是乖乖的一直站着吗 万一他跑起来呢 他的眼睛又看不到 一旦跑起来 那我就凶多吉少了 是啊 他眼睛看不见 万一跑起来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你不是军马吗 怎么一点几率都没有 天天都有许多游客会骑到追风身上 每一次追风都以为自己身上的人会骑着他奔跑跳跃 可那些人却一次次的让他失望 他们只是在自己背上坐了一下便离开了 失望之急的追风开始搞一些恶作剧 当有人爬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突然转个身 或者突然走几步 你这个家伙 最近想干什么呀 你能不能别乱动 照相的游客都让你给吓跑了 好啊 你不听我的事吧 那好 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原本我不想使用它 是你逼我的 大叔说着便拿出了一副铁链 然后用铁链将追风的左前蹄和右后蹄束缚住 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动了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乱动 有本事你就走两步看看呀 怎么样 动不了了吧 哼 我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躺倒在地 是马的耻辱 追风顾不得脚背铁链膜的剧痛 他挣扎地站了起来 然后愤怒地扭动着脖子 悲愤地叫着 对于一匹马来说 可以失去视力 但绝不能失去可以奔跑的腿 追风悲愤地叫声 让来往的游客纷纷避开 大叔 你的马这个样子谁还敢骑啊 是啊 他的样子实在太凶了 大叔 我看你还是把他带回去 选得温顺一些再来吧 哼 都说军马的纪律性强 我怎么看他一点规矩都没有 简直就像一匹野马 大叔 你赶快把他带走 他这样暴躁 让我都没办法做生意啊 没错 你赶快把他带回去吧 好吧 看来他真的要好好地训一下了 就这样 为了驯服追风 大叔放弃了几天的生意 他将追风关在马厩里 想让他彻底习惯被束缚住的状态 你别怪我捆住了你的脚 要怪就怪你自己不听话 要是你不乱动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做 我就说嘛 新马买回来 不进行训练怎么行呢 你看 出错了吧 我以为军马会很听话 更何况他的眼睛也看不到 哪里知道 这家伙的脾气会这么大 不过没关系 关他几天 让他适应一下就好了 对 这几天少喂他食物 饿着肚子 看他还有力气发脾气吗 没错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乖乖的 说完 便和妻子走回屋子 追风依旧在那里叫着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他累了之后 便立在那里 脑海里浮现出小冬 在为自己梳理棕毛时的情景 想到这里 泪水便流了出来 转眼间 几天过去了 追风已经没有力气 在做挣扎了 只能无奈地妥协 成为了一批活道具 嗯 好 笑一笑 一位接一位的游客 在追风身上拍着照 而追风则麻木地站在那里 就像个道具一样 大叔一下下按着快门 而追风的脑海里 却浮现出自己曾经在着骑兵小冬的情景 大叔 大叔认为 追风已经被他训成了活道具 不会再渴望奔跑 于是便撤掉了他脚上的铁链 果然 没有了铁链束缚的追风 也不再乱动 正宗军马 帅气照相 小朋友 来照一张 只要五元哦 妈妈 妈妈 我想骑马照相 这匹马 是挺漂亮啊 不过你这么小 骑马太危险了 你放心好了 我这匹马特别听话 绝对不会乱动的 它就像一个道具 这样啊 如果它很听话的话 那就照一张吧 好的 来小朋友 我把你抱到马上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看那个牌子 正宗军马 这里竟然还有军马呢 我不要鸡马了 不要鸡马了 宝贝 不要害怕 妈妈在这里呢 你不是说 它很听话吗 这也叫听话 你这个家伙 到底要干什么 那里怎么了 好熟悉的声音 难道是它 是谁啊 我想应该是我的战友 追风的眼睛 虽然看不见了 但听觉却异常灵敏 正因为他听到了 以前主人的声音 才会显得那样激动 追风 真的是你啊 追风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你怎么认识他呀 退伍之前 我是一位骑兵 而他就是我的战马 老板 这匹马 你能卖给我吗 嗯 我也看出来了 这匹马 我是留不住了 这么说 你愿意卖给我了 是啊 我从来没看到他像今天这样高兴的 追风 以后你不用受苦了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马会因为失去同伴和朋友而悲伤 无论是人类还是同类 追风 追风和骑兵之前是朝夕相处的战友 情感更是心系彼此念念不忘 因为骑兵曾经对他付出真爱 而追风也能感念在心 这段情谊在因缘际会下 再续前缘 心心相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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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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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